為甚麼只有在兒童節這一天來做呢? 甚麼才是你們真的、真正對你們好的禮物? 兒童並不是家長的心理 兒童是台灣的國家外的主人翁 可是長期以來我們非常多的父母其實一直感受到的是不平等的對待 還有歧視還有一直瀰漫在整個文化社會環境裡面的一種敵意 我們最希望的訴求不是只是親子車廂這個設施而已 而是我們能夠得到一個友善互動、積極溝通 彼此都互相溝通需要的這樣的一個氣氛跟環境 男側也要尿布牌 男側也要尿布牌 爸爸育兒好自在 爸爸育兒好自在 親子出門是權利 拒絕歧視與敵意 拒絕歧視與敵意 那今天我們主要就是來希望可以訴求一個友善的親子的空間 看到很多小孩子在列車上面玩耍 就以為他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通常會給予遜勢或者是斥責 那其實我們想要挑戰的跟看意的就是 其實那是因為我們整個公共環境 整個大眾運輸交通系統 或者是整個公共的空間 其實都是以成人的東西來去思考 以至於孩子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並沒有他可以活動的一個自由跟權利 哇 又是廉價耶 爸爸媽媽又可以帶小孩一起去來個火車小旅行 可是還要好久喔 我快要坐不住 坐不住了啦 坐不住 那我們就來玩啊 我們一起來玩啊 趕快 我們起來玩 我們要玩什麼呢 來 好 我們可以玩 剪刀石頭布 還有玩 吹氣畫玻璃 聊天 都可以啊 在火車啊 一坐就是三四個小時 不玩實在是太無聊了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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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孩子用講道理的方式來表達不同的意見 對於孩子在坐火車上 兒童跟成人的需求不同 面對兒童的需求 除了禁止 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多 聯合國兒童宣言說 人人生兒平等 兒童不因身分的不同 而受到差別待遇 在今年兒童節的前夕 我們要跟台鐵 跟兒童要 幫兒童要一個禮物 我的寶寶還小 所以我必須帶在身邊 那我或者不選擇高鐵 原因是因為我發現 我的娃娃車上不了任何的 西部幹線的鐵路 除了高鐵以外 因為 光是我要撬車這個動作 就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動作 那我的娃娃車沒有辦法收合 因為我的孩子還小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說用抱的 就像我用抱的 我也有很多行動上的障礙 我必須拿心理 我必須拎娃娃車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動作 那高鐵並不是說他就比較友善啦 只是說我的上下車比較方便 那我很希望很希望 在我們的鐵路環境下 可以真的是對我們再更加 對孩子 對所有的寶寶們 能更加的友善 就說如果可以的話 給我們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大家都知道 孩子是沒有辦法去控制他的情緒的 當孩子在哭鬧的時候 讓我們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比較好的空間 讓兩歲的孩子 五歲的孩子 甚至是更大一點點的十歲的孩子 有一個他們可以安心的 自我玩樂的空間 而不會被大眾其他人的眼光來影響 我們期盼爭取這個國家最主要的長途的運輸工具 台鐵來設立親子車廂 但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並不是爭取一個設施而已 而是爭取一個能夠理解與接納兒童特質的環境 昨天台鐵的工作人員也打電話給我說 你也知道我們這是一個 就是有一個年紀的企業 所以我們經費是有限 所以我們在這邊很重要的要提出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不是基於對兒童的理解跟接納 這件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 可愛的卡通圖案的這種兒童車廂 這種車廂只會在假日的時候呢 引來一些觀光的熱潮 做個幾十分鐘或者是一小時 這個是交通部的 友善兒童的一種政績宣傳的車廂 我們要的不是這種車廂 我們要的是深入我們的生活 我們爸爸媽媽們要可以看得到也用得到 他可以用心的考慮我們兒童跟親子需要的這種車廂 可是很讓人遺憾的 我們已經知道兒童不同於成人的特質 但是由於一種我們成年人的 也許說是自我中心吧 我們的兒童是以一種配合大人的生命型態來存在的 比方說我們喝喜酒的時候 比方說我們家裡有客人長輩的時候 我們就忽然好像希望小孩變成另外一種人了 這種的期盼是合理的嗎 就像我們這些親子共學團的爸爸媽媽們 他們希望堅持著不打不罵不威脅不恐嚇的教育裡面 他們在坐火車的時候呢 簡直就像要有三頭六臂一樣 要拿出故事書 拿出圖畫書 然後跟他們玩遊戲 並且呢 在他們大聲的時候要提醒他們要尊重別人 如果孩子們的行為 真的對我們的乘客造成了困擾 我們很需要休息被打擾 希望我們也可以表達我們的需要 請先不要動怒 先不要評價 先不要評價我們這些爸爸媽媽們 能夠稍微體貼一下 為孩子的身心照顧很勞累的父母 其實就是八個字 希望我們能夠有友善互動積極溝通 那兒童權力公約有幾個重要的原則 一個是不歧視的原則 一個是兒童最加利益的原則 另外一個就是兒童表意自由的原則 那我們重申了兒童是權力的主體 假如車廂都沒有這樣子的空間 那相當於就是剝奪了兒童 他任何時候想要去選擇娛樂跟遊戲的時間 交通部台鐵管理局 能夠好好的來跟我們這些公民家長 好好的抬攤怎麼樣來創造這個友善的空間 我希望這鄉上可以有睡覺的地方 好還有嗎 我怕滾下來所以我來這邊用毛毯 喔這個底下是毛毯 我還希望小朋友看到可以來這邊滑水的 我還希望小朋友看到可以來這邊滑水的 還有這個 是不會倒的水杯的鍋子 然後按一個按鈕水杯就會跑出來 自動畫的水杯叫而且是不會倒的 謝謝你 來 這位是四年級的雅馨 來請跟我們介紹你畫的是什麼 這個是十個人進來他就會分開大 然後他會有六滑雞 又亮五條六滑雞 這上面是彈王爽之類的女生 有細心裏 有細心裏 又亮五條六滑雞 是這尊重派水的 Cel的 這尊重派水的音樂 來成功